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将海水转化为可引用的淡水 并通过管子将淡水输出到岸边的淡水存储箱内 虽然淡化海水早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 但是SARS的创意还是十分吸引人的 目前SARS的研发团队已经正在打造一个更容易运输和安装的原型 每天能够转化出1万多升的淡水 SARS的项目主管表示 不同于目前其他拖延系统的原因是 我们能够将海水淡化成本减少近一半 更神奇的是 除了提供引用水将海水转化为淡水资源之外 SARS还能够用于产生能量 清洁泄露在海面上的石油 塑料等污染物 可想而知 这项新技术一旦普及 对于各小岛解决淡水问题的作用会言而喻 而不仅是我国最难得的海南省 在全世界各地都有许多淡水资源匮乏的地方 如果能够成功利用这项技术就地取水的话 相信能够解决不少问题 想要了解更多有关科技的新鲜资讯 请关注科技美学的公众微信和全新的资讯100秒官方微博 我们会为你持续奉上